原标题,俄外交部,俄军事专家在委内瑞拉停留时间,由该国政府需求决定。 新华社莫斯科3月28日电,记者利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日说,俄军事专家在委内瑞拉停留时间长短将由该国政府需求决定。 扎哈罗娃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向委内瑞拉派遣专家的决定,是根据两国相关协议做出的。 俄方此举具有国际法和双边法律基础。 他说,俄罗斯专家在委内瑞拉停留时间长短将由该国政府需求决定。 日前,美国总统克朗普表示,将考虑所有行动方案,意在迫使俄方军事专家离开委内瑞拉。 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就此表示,美国无权要求俄罗斯从委内瑞拉召回军事专家。 俄方专家到达委内瑞拉,符合两国政府兼军事技术合作协议。 俄方既没有违反国际协议,也没有违反委内瑞拉法律。 与美方不同,俄方不对其他方造成威胁。 这是俄方的原则立场。 扎哈罗娃还表示,美国对委内瑞拉金融与石油等领域进行制裁, 并强行向该国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美方诸如此类的行为,目的在于制造混乱分裂委内瑞拉。 此前有媒体报道,俄军一架伊尔62克机和一架安抚124运输机, 23日抵达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郊外的机场, 运送了一批军人和35吨货物。 一名委内瑞拉官员,24日对媒体说, 俄军机抵达加拉加斯,是双方正在落实的军事合作的一部分。 俄军人员防伪,是为了讨论设备维护,人员培训,以及战略议题。 扎哈罗娃26日证实俄专家已抵达委内瑞拉,开展军事技术合作, 并表示,此举完全符合违宪法,及其他法律规定。 印度陆军装备的阿雄主战坦克, 环球网军事1月3日报道, 据英国检视防务周刊网站,2018年12月31日报道, 印度陆军和印度国防研究和发展组织, 第二DO,已完成升级版阿雄MK1主战坦克的验证试验。 第二DO高官,2018年12月31日表示, 相较于原版的阿雄MK1坦克, 升级版阿雄MK1A包含70多项改进, 其中包括19项重大改进, 并于2018年12月24日完成了最终验证试验。 报道称, 曾设计阿雄主战坦克的前第二DO成员皮西夫库玛尔博士说, 现在我们预期2019年, 将有118辆MK1A坦克被订购。 库玛尔说, MK1A的车体和炮塔, 以侵天印度自行设计的爆炸反应装甲, E-2A, 以进行自我防护。 这款新坦克还装备了用于夜间战斗的热成像瞄准仪, 新的车掌周式瞄准仪, 先进导航系统, 数控限速, 扫雷离, 更为强劲的辅助动力装置, 以及能够实时传输数据的增强型通信系统。 报道称, 该进行履带, 更大的负重轮和增强型悬挂系统, 为新的重达68, 25吨的升级版坦克提供支持。 该版本比MK1A型坦克多重出6吨, 约120辆MK1坦克, 目前在异度陆军服役。 不过, 在D2DO完成阿琼、MKII型坦克的研发之前, 预计, MK1A只能算是个过渡平台。 阿琼、MKII型坦克, 很可能配备一种激光制导武器, 类似于以色列制造的拉哈特炮射导弹, 以满足印度陆军的要求。 At Sevilla Datpost, 7,531,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3月18日报道, 俄直公司新闻处向卫星通讯社称, 斯洛凡克LOTN公司, 非法为喀布尔维修拟-17伏特制5直升机 该型直升机研制方俄罗斯直升机控股公司 属俄级集团不再承担为直升机在阿富汗安全使用所负责任 俄直公司该新闻处表示 应收到所刊登的斯洛伐克LOTN公司 对阿富汗空军第二架拟-17伏特制5直升机进行大修的消息 俄罗斯直升机控股公司 代表研制方和生产方通告该操作非法 俄直公司公司曾多次召会LOTN公司领导层 建议解决维修属于阿富汗空军米-17型直升机的问题 俄直公司称俄罗斯直升机控股公司 不再承担LOTN公司所维修的该直升机的未来安全使用责任 并完全有理由拒绝提供与维护该直升机运行有关的服务 环球网军事3月5日报道 俄媒最新的报道称 俄罗斯海军很快将装备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雷场系统 这种高科技弹药能够声音、磁场和磁声肖像、蓝识别船只、潜艇甚至气垫船 据俄罗斯消息报3月5日报道 俄罗斯海军总司令部近日表示 俄军新型的雷场控制组件将配备人工智能 能够自主决定 何时引爆以及炸毁什么目标 该系统准备程度很高 其测试工作将于2019年结束 报道称 建造新型雷场 可大大提高舰队的作战能力 据消息报消息 新系统命名为表面 这是俄罗斯的全新研究成果 在此基础上可建造机器人水雷和特殊的指挥控制组件 各级别战舰和潜艇、海上飞机、战略和战术飞机 均可作为水雷的载体 这种智能水雷的弹药 可在发射区域 爱战斗顺序自动装填 对船舰和潜艇磁场和生产的某些特征作出反应 为此水雷装备了特殊传感器和感应控制设备 其硬件部件设置了特殊的自学算法 每次装弹均可设置一定的任务 例如只摧毁运输军式装备的登陆件 而不炸毁空在船件 智能雷场可自主安排新的战斗任务 例如 可在极勤攻击中忽略扫雷件 摧毁更大的船只 智能水雷可承组行动 也可单独行动 可借助能确定船件类型的特殊算法 将几方船只与其他船只区分开来 为识别目标 研发人员在软件中 输入了几方船只和敌方船只的升学特征 这些独特的护照有助于精确了解哪艘船只 或潜艇位于受打击区域 结果几方船只可绝对安全的穿过雷区 而敌方船只将被摧毁 打造新水雷和引入现代技术 将显著提高舰队同敌舰的作战能力 军事专家德米特里 博尔坚科夫向消息报表示 事实上 俄海军将装备一种全新武器 他认为 水雷是一种廉价又高效的杀伤性武器 借助这种机器人水雷障碍 可以封锁舰队驻扎区 部署路线 港口和通信 如果能确保水雷的隐蔽性和自动控制性 这种武器装备的可能性将成倍增长 俄海军总司令部前首长瓦联京谢利瓦诺夫向消息报表示 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 水雷武器不断得到改进和完善 因此即使在现代条件下 水雷武器也仍然十分危险 该专家继续说到 水雷在沿海地区非常危险 因此之前主要被用于保卫海军基地 但现在舰船配备了 可在远离海岸处使用的武器 因此 水雷的运用战术也发生了改变 他指出 为了出海 战舰需要通过已知的特定路线 在这些路线上 布雷可完全限制敌方舰船和潜艇的行动 At Sevilla Debt Post 7,531 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提 锻造强军星军的战斗堡垒 新华社记者梅常委解放军报记者戴风 安普中 要坚持扭住党的组织抓基层 落实好之不建在连上这一重要原则和制度 增强党组织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强化管党员、管干部的职能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回顾2015年初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视察住昆明部队时的这段讲话 火箭军某部政委田涛仍记忆犹新 他深有感触地说 无论是出席会议还是到部队调研 头发挥基属党织的病人 存在哪里 天下他的创造力 心急疯独却众 中央军指挥 오래